擠破頭吃公家飯 鐵飯碗卻面臨生鏽危機 推動政府機器的人 怎麼成了壓垮地方財政的 最後一根稻草 根據統計 縣市財政預算 人事費是最大負擔 幾乎都占總支出的四成以上 台北市就高達54% 高雄市 基隆市 新竹市等 也超過50% 事實上我們認為 整個人事費用確實是逐年增加 台灣的GDP基本上成長相對是有限 可是以我們現在目前的 整個支出的狀況來看的話 事實上財政段緣 事實上是確實有可能存在的 健康的政府稅出 人事費平均不得超過四成 其餘則是經常支出 以及建設工程費用 不過以台北市為例 人事費用卻從102年的47% 增加了7個百分點 逐年增高 當中退付費用也是一筆大開銷 這部分支出增加是必然的 因為退休的人增加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支出是增加的 我當台灣邁入所謂的高齡化社會 退休人口增加的時候 這筆費用會是非常龐大的一個 沉重的負擔 政府高喊人事精簡 越來越多公務員選擇提早退休 退休金加上年金利息滾雪球班越滾越大 加上幾乎年年選舉牛肉政策頻頻上桌 這筆爛賬只能留給下任單 記得張凱昭 蔡英方台北採訪報導